二月的关岛阳光明媚是当地一年当中最好的旅游季节 二月十号这天 一条长长的航空母舰缓缓使进了关岛的美军阿普拉海军基地港口 舰岛上涂刷着白色的七零字样 人们认出这是美国的卡尔文森号航空母舰 尽管美军的航母数量众多 但是令人奇怪的是 这条卡尔文森号其实不应该出现在关岛的海巡基地 人们通常认为卡尔文森号航母的母港 远在曼里之外的加州圣叠戈戈海巡基地 这次卡尔文森号航母和两条阿利伯克级导弹驱逐舰 以及一艘体抗泽罗加级巡洋舰 二月十号这天突然抵达了美国关岛的海巡基地 显然是有它的意思 卡尔文森号航母的突然到来 再加上美国第七舰队原先部署在日本横须贺军港地带 罗纳德里面号航母 美国海军在西太平洋地区已经完成了双航母编队部署 而美国媒体则不时时机地放出了口风 说很显然这次卡尔文森号核动力航空母舰呢 是要到南海去搞点事情 据环球时报报道 当地时间2月18日 美国海军官方发布声明 卡尔文森号核动力航母战斗群进入南海 开始进行所谓巡逻 媒体报道分析认为 这是此前美国军方多次重申要在南海海域 以所谓航行自由表示存在而展开的实际举动 此举有可能再度恶化该敏感水域的矛盾 根据美国海军官方声明 此次卡尔文森号核动力航母战斗群 包括尼米兹级航母 卡尔文森号航空母舰 以及维恩梅耶号导弹驱逐舰和舰载飞行连队 该航母战斗群于2月18日 进入南海海域进行所谓巡逻 卡尔文森号航母战斗群的指挥官 海军少将詹姆斯·基尔比说 这次的所有航行任务 就是要向盟国展现这支舰队强大的作战能力 此前有报道称 1月5日卡尔文森号核动力航母离开母港圣迭戈 于2月10日抵达关岛海军基地 该航母属于管辖东太平洋的第三舰队 此番前往西太平洋海域执行任务实属罕见 之后卡尔文森号航母战斗群抵达菲律宾海 航母编队与关岛安德森基地起飞的B1B轰炸机 进行了汇合演练 航母与战略轰炸机是国家威慑力的重要载体 两个战略打击平台联合出现并不多见 让外界进行了很多联想 此外3月份美韩将举行有史以来 最大规模的关键决断和要因年度联合军演 卡尔文森号航母战斗群将参加 对此中国外交部新闻发言人耿爽 在2月15日例行记者会上表示 中国对南海诸岛及其附近岛屿拥有无可争辩的主权 中方尊重和维护各国 依国际法在南海享有的航行和飞跃自由 但坚决反对任何国家以航行和飞跃自由为名 损害中国主权和安全 好 根据媒体的报道 前几天美国的卡尔文森号航母战斗群已经行驶到了菲律宾海 后续媒体报道说卡尔文森号航母战斗群有可能会向着中国的岛礁行驶而来 这到底是不是真的 另外我们对这个话题又该如何解读呢 今天我们请到了著名的军事专家国防大学教授梁方老师为您军行解码 一起来欢迎梁老师 梁老师您好 您好 我过去 好 请 梁老师有报道说美国的卡尔文森号航母正在向我们的南海驶过来 美国航母它的意图是什么呢 实际上我们说美国航母到南海已经不是新闻了 去年已经双航母战斗群都来过了 那么我们看这次现在奥巴马下来了 那么它的亚太再平衡战略也就不叫这个词 但是我们说对于南海的 它的整个的未来的这种亚太的这种总体的大战略 遏制中国战略不会改变 所以我们说今年它派这个航母战斗群来 实际上还是亚太再平衡战略的这个延续 那么我们说这次来呢 它的目的之一就是维护它的所谓的海上航行自由 然后呢延续它的亚太再平衡战略 在南海遏制中国的这种崛起 那么这个势头是非常明确的 我们都知道在去年这个仲裁案之后 它所希望的结果并没有出现 就南海周边国家一致来对抗中国 并没有出现这个结果 那么反而让中国还占了上风 所以让美欧感到非常不舒服 那么现在这次它再次派这个航母战略群来 无非就是在这个地方要显示它的存在 所以我们说它从去年开始一直在派航母 它的双航母包括它的驱逐舰 导舰驱逐舰都多次到我们南海进行 这个临近海域进行巡航 多次挑衅中国的主权和这个海洋权益 所以我们说这次来 它仍然是为了达到这个目的 那么再有呢 它说要维护所谓的航行自由 我们都知道美国的航行自由 那叫航行自由 什么叫航行自由 你根本没有尊重国际法 那么这次航行自由仍然跟过去一样 它想进入 它不承认中国的岛礁 那么这个呢 我们说是对中国主权严重的挑战 我们说你放着大道不走 一些重要的海峡 一些重要的国际航道不走 你将来非要挑中国那些岛礁 靠近我们的临近海去走 那么你这个目的非常明确 就是挑战中国的主权 就是来破坏所谓的航行自由 破坏航行自由 所以我们说你美国在这段搞航行自由 搞所谓的这个军事化 是美国在搞 不是中国在搞 你接二连三的派你的这个战斗群到南海来 无非是想挑起周边国家的对中国的这种愤怒 然后挑起周边国家对中国海洋权益 海洋主权的这样的一种愤怒 然后来破坏地区安全 所以我觉得呢 对于这个南海这次 我们说它的航母战斗群到这个这边来呢 我觉得我们要保持高度的警惕 卡尔文森号航母 号称美海军的第一攻击群 这条航母究竟有何特别之处 军情解码继续为您解码 美军预派航母闯中国岛礁 敬请继续关注 我们知道在1985年 美国海军的卡尔文森号核动力航空母舰 携带着它上面的F14熊猫战机 参加了好莱坞的一部大片 叫壮志凌云的拍摄 而这部影片捧红了当时的明星 汤姆克鲁斯 虽然美国好莱坞每年都会拍不少军事题材的电影 但是能够请美军出动尼米兹级核动力航空母舰出阵 这还是头一回 卡尔文森号核动力航空母舰 也由此落下了一个所谓媒体宣传员的绰号 2015年4月2号 美国海军卡尔文森号核动力航空母舰 在波斯万海域执行任务的时候 突然遭遇沙尘暴 倾客之间漫天黄沙飞舞 能见度随之瞬间下降 为了避免撞舰的威胁 航母不得不停了下来 沙尘暴吹停了美军航母 成为了当时西方媒体上广为报道的一个耸人听闻的标题 而航母上的摄影师记录下的照片 也成了卡尔文森号航母最有名的一张图片 尽管卡尔文森号航空母舰已经服役超过35年 性能也不会比其他的尼米兹级的核动力航空母舰好到哪去 但是美国海军就是对这条件情有独钟 美军似乎更愿意把卡尔文森号航母视为改变地区军力平衡的一个重要的方法 1982年服役以来 卡尔文森号航母几乎在各个大洋当中露过面 而且呢 卡尔文森号担当着美军第一航母战斗群的模型 虽然卡尔文森号航母从年龄上来说是一条老船 但是正如当年众议员卡尔文森 以80岁高龄的老陈资格仍担任国会要职一样 美国海军对于这艘服役年龄接近35岁的航母功臣 可谓情有独钟 2009年7月11日 卡尔文森号航母在进行了为期三年半的大修之后交付海军 同年10月 美国海军与圣迪哥宣布第一航母战斗群正式成立 卡尔文森号担当该航母战斗群旗舰 成员还包括张伯伦胡号导弹巡洋舰 邦克山号导弹巡洋舰 第一驱逐舰中队和第17舰载机连队 美国海军官员称 第一航母战斗群负责在太平洋舰队防区内投送武装力量 提升海上安全等级 协助实施人道主义 灾难救援等等 美国媒体报道称 目前尚不清楚卡尔文森号航母战斗群何时会驶入南海 这艘核动力航母1月初从加利福尼亚州圣迭戈姆港几城前往西太平洋 可能会与第7舰队核动力航母罗纳德里根号会合并执行任务 包括训练演习和访问 此次卡尔文森号航母出动的阵容也不小 这一航母战斗群包括维恩迈耶号和迈克尔莫菲号伯克几驱逐舰 张伯伦胡号导弹巡洋舰 还携带了两个直升机海上战斗中队 以及四个战斗机攻击中队 一个空中预警中队 一个电子攻击机中队 好 刚才短片当中我们已经充分的了解了 这个美国的卡尔文森号航母战斗群 但是话说为什么卡尔文森号航母战斗群 会被称之为美国的第一攻击群 这个程度到底从何而来 我们又该如何解读呢 张老师 卡尔文森号实际上它确实比较老了 它是1982年复役的 是美国尼米兹级航母的第三艘航母 应该82年到现在也有30多年了 那么这艘舰它的吨位只有9万多吨 不像后面的吨位一般都10万吨 那么它的航速也不是很快 只有30多舰 卡尔文森号航母因为它建的比较早 那么后期又建了大量的 尼米兹号航母一共10艘 那之后又建了7艘航母 所以如果说从把卡尔文森号航母 跟后面建到的7艘航母进行相比较的话 你比如说我们就拿跟华盛顿号航母相比较的话 那么它是略逊一筹 华盛顿航母它的吨位是10万多吨 而卡尔文森号只有9万多吨 那么它的舰长也缩短很多 那么同样它的航速也不一样 华盛顿航母它的都是在35节以上 而卡尔文森号只有30节 所以这个我们说总体来看 它是不如这些后面的建造的航母 那么正因为看到这样一个现象 后来美国对卡尔文森号航母 进行了几次大的改造 那么最后一次大的改造 是在2005年把它送回厂里 然后进行全方位的改造 你比如对它的飞行甲板 包括它的弹射器 包括它的整个的作战系统 甚至对它的核燃料 也进行了重新装填等等 还有包括它舰员的一些舱石 生活的环境都做了大的改善 所以改造完以后 经过三年的改造 2009年重新复役的时候 那么它成为舰队最先进的航母 所以说美国在当年就宣布 卡尔文森号为美国的第一航母战斗群 那么这里还给它配备了强大的航母战斗群 你比如说这里面的装备 哪些装备呢 比如说最先进的提康多拉加级的巡洋舰 那么还有伯克级的驱逐舰 那么还有它上面的先进的舰载机连队 等等一些先进的装备 所以使得卡尔文森号航母 它的作战能力得到了迅速的提升 美军曾一度声称 航母舰载机遭大面积停飞 航母面临裸奔窘境 但为何卡尔文森号航母上却依旧齐装满园 究竟谁在撒谎 军情解码继续为您解码 美军预派航母闯中国岛礁 敬请记录 今年1月份 卡尔文森号航空母舰接到了命令 从圣迭戈军港驶出 这次它从圣迭戈出来 是驶向美国的关岛基地 途中美军在航母上进行了预警机弹射起飞 FA-18EF舰载机起飞等多项的训练 而航母上美国海军的御用媒体 海军时报的记者 记录拍摄下了美军卡尔文森号航母的训练情况 这名敬业的记者把拍摄好的大量照片 通过网络第一时间传到了海军时报的官方网站上 并且配上了大量的文字说明 内容比如美军航母战力充沛 舰载机性能完备等等 可是这名记者也许忽略了一个重要的情况 就在半个多月之前 他的同航美国海军时报的另外一位记者 发过一条消息 美军的一架咆哮者电子攻击机 因为故障紧急迫降 造成两名飞行人受伤 美国海军下令所有的EA-18具咆哮者 和FA-18EF超级大航风战机停飞 美军抱怨称 这两型飞机属于美军航母上面的绝对主力 两型战机的停飞意味着美军的航母将落奔 可是现如今面对卡尔文森号航母上其中满源的壮观景象 这让外界对于前后两条消息真有点变速器 快要占满整个航母甲板的舰载机到底从何而来 一时间成为了美国媒体热衷讨论的问题 其实在卡尔文森号从美国本土出发后 美国媒体就先后发布了许多该航母在航行过程中的图片 其中有细心的军事爱好者发现 在航母补给的照片中 可以看到航母甲板上赫然停满了各种舰载机 粗略计算至少有20架以上 而这其中最引人注目的就是去年年底 因为事故被全面停飞的FA-18EF大黄蜂战机 去年年底的12月16日 美国海军航空兵司令部紧急叫停了 所有FA-18EF超级大黄蜂和EA-18G咆哮者的飞行活动 原因是因为当天上午 美国海军舰载电子攻击中队的一架咆哮者电子攻击机 在惠德贝岛航空站进行训练时突发事故 导致机上两名成员受伤 飞机也遭受严重损毁 事后据美国海军航空兵部队发言人表示 当时那架咆哮者电子攻击机正在进行飞行训练 飞机在起飞前突发故障 飞行员被迫中断起飞 而事故很可能跟坐舱罩故障有关 由于EA-18G是基于FA-18EF发展而来 两者有着相同的飞控系统 所以事故发生以后 美国海军出于安全考虑 叫停了两种机型的全部飞行活动 美国海军抱怨 作为目前美国航母主力的舰载攻击机 FA-18EF停飞 直接导致了美军航母没有舰载机可用 航母处于裸奔状态 不过当时有媒体分析称 既然是因为严重事故被全面停飞 那么有理由推测 发生在这两款飞机上的事故不是小问题 裸奔也是无可奈何 而美国海军也借此叫嚷着要增加军费 否则停飞战机的情况会愈发严重 美国海军的抱怨声还没有在五角大楼的房顶上消散 在短短不到一个月的时间里 人们又突然在卡尔文森号航母身上 看到了集中满员的FA-18EF大黄蜂舰载机 这中间到底经历了什么 是美军在短时间内火速地找到了问题解决方法 还是美军自导自演的一场戏呢 好短片当中讲了去年的12月中旬的时候 当时有一架EA18G咆哮者在飞行训练的时候出现了严重的事故 因为它这个飞控系统 我们知道这个咆哮者它是FA-18EF的一个改型 电子改型 所以连带所有的FA-18EF也全部被叫停 去年年底刚刚叫停 去年底12月刚叫停 那么今年1月份有其中满员的要奔赴南海 这中间的这种变化我们该如何解读 对 我们看实际上航母上 它有几款非常重要的飞机 一个就是FA-18大黄蜂战斗机 那么还有一个就是EA18G咆哮者电子攻击机 那么这两款机如果说都出现问题的话 那你航母战斗能力会大幅削减 所以在去年年底的时候 我们都知道12月份的时候 美国这两款战机全都出事了 一款的时候我们都知道 这个EA18G咆哮者 那么它也是出现因故障紧急迫降 那么导致两名飞行员受伤 那么还有它的大黄蜂战斗机 也是在日本训练的时候 在太平洋坠落 所以都出现问题以后 美国就说这个马上要停飞 那么我们说为什么它现在既然停飞了 你这个航母恨不恨裸奔了 那怎么现在又扔了到了南海呢 我觉得主要有几个原因 我们都知道近几年来 美国的军费一个就是往下降 应该说是跟过去相比是降了很多 所以它对飞机现在一些装备的一些维修 养货都成了问题 你比如说我记得美国的海军作战部副部长莫兰 他就讲 他说现在美国海军50%的舰载机 由于常年维修失效 没有经费维修 它如果战争来临的时候 它没有办法正常起飞 而且还讲说现在美国的海军规模在缩小 那么缩小的海军没有办法维护美国在全球的战略利益 这个就使得他们现在作为一个理由 向国会来要钱 就给我拨款 各个行动都来给我拨款 那么这个也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因 那么再一个我们说看似很矛盾 这边裸飞 那边要急急忙忙南海赶 看似比较矛盾 但实际上我觉得不矛盾 美国尽管它这些战斗机出现这个或那个的问题 但是它在南海维护所谓的航行自由 到南海遏制中国的发展 到南海搞冰实化 到南海来围堵中国 它的这个战略企图没有任何的改变 所以我们看在当前尽管的出现这样那样的问题 但仍然把它的航母派往南海 那么表明什么呢 表明它才是亚太的真正的这个强者 它表明它要对这个地方实施战略主导权 所以我们看美国在这样的一种情况下 仍然做这样的一种军事行动 表明它在南海的军事存在显示威慑 所以我们看出美国它对南海的战略企图 没有发生任何的变化 美国太平洋司令部的司令多次对中国的海洋权 以指手画脚 这个号称在美军中掌握亚太的哈里斯 究竟是个什么人 军情解码继续为您解码 美军预派航母闯中国岛礁 敬请继续关注 话说2015年5月27号 美国珍珠港内的海军基地 举行了一场特别的任命仪式 一位个子不高 身着白色海军制服 有着亚裔面孔的美国军官 成为了新一任美国太平洋司令部的司令 这位有着亚裔面孔的新任太平洋司令部司令 名叫哈里哈里斯 这是一个地道的美式名字 但是呢 这位司令有了一半的日本血统 哈里哈里斯出生于军人世家 他的父亲是美国海军的一位军事长 曾经在驻日的横须鹤基地服役 母亲是一位日本人 1956年 哈里哈里斯出生在日本首都东京以南的横须鹤 两岁的时候离开日本前往美国 美国太平洋司令部 这是一个重要的指挥机构 而太平洋司令部的司令 这个重要的职位 为何要交给一位日裔的美国人 这在美国军中也曾经掀起过一阵波澜 不过让我们更为关注的是 这位哈里哈里斯上任之后干的最多的事情 就是对中国的海洋权益 指手画脚 当地时间2015年5月27日 美国下围移 日裔海军上架哈里哈里斯出任太平洋司令部司令 并发布就职演说 而在其就职美国太平洋司令部司令后的两年里 哈里斯不断地对南海问题大放厥词 就在其就职后不久 这位美军太平洋司令在接受纽约时报记者采访时 曾傲慢无礼地把中国称为挑衅者和扩张主义者 指责中国用海沙建起一座长城 将西太平洋争议水域军事化 2016年2月 他又在参议院的听证会上指出 所谓中国明显在把南海军事化 还大言不惭地表示 除非有人相信地球是平的 否则就难以否认上述事实 2016年5月 哈里斯更是狂放地说 他的部队必须做好今夜就开战的准备 到了2016年12月 他又在澳大利亚发表演讲时表示 南海仲裁之后 中国方面继续以所谓侵略性的方式行动 美国已经准备好了做出回应 对抗中国在南海强硬咄咄逼人的行为 他还宣布 美国F22战斗机将于2017年部署到澳大利亚北部 有分析称 一次又一次的挑衅 可以说哈里斯是过去几年 美国对中国说狠话最多的一位美国将领 有专家指出 可能是他企图恼吓中国太频繁 连他说美军要做好今夜就开战的准备 也像狼来了一样 没人会相信 而常年对中国张牙舞爪的行为 尤其是其日益身份 更让许多人认为 其对中国存在傲慢和偏见 好 刚才通过我们短片已经了解了美国太平洋司令部的司令 哈里哈里斯这个人 这是一位美国的高级将领 而且他的身份背景也非常特殊 在去年的时候 我们印象更深刻的是他放了一句话说 要做好今夜开战的准备 那我们知道这个一个人很重要的 第一个是他的行为 第二个是他的言论 是吧 关于哈里哈里斯这个人 美国太平洋司令部的司令 他说的话我们该如何看 这个人我们又该如何看 我们看他说的什么 说关键看我们要分析他这个人 我们知道哈里斯这个人 他是一个日裔美国人 他是1956年出生 那么当时出生的就是出生在日本的横须赫 现在就是说美国第七舰队的所在地 那么他的父亲是美军的一个军事长 母亲是日本的一个平民 然后两岁以后就跟随父母一起回美国 在美国的南部生活 长大以后就上了美国海军学院 毕业以后他考了飞行员 也就是说他毕业以后成为了一个舰载机飞行员 那么哈里斯对资料统计 他的飞行小时是多少 4400小时 其中包括400小时是他的作战飞行时间 那么除此之外 这个人的理论功力非常强 他的研究生研究的方案是什么 是东北亚战略 所以你看 我觉得他选择的东北亚战略 实际上是跟他的身份有很大关 日裔美国人 我们说他现在当了太平洋司令以后 我们可以看到他的整个的发言 他的这种表态具有很强的日裔色彩 从去年到今年说了多次狠话 最为著名的就是在去年的 我们知道南海仲裁案之前他放了一句狠话 就是说美军要做好今夜开战的准备 当时这个话一出来以后 我们说美国哗然 中国一片哗然 那么除此之外 我们说特朗普上台以后 他就说了一句话 他讲到如果有必要 美军会采取军事行动并赢得战争 而且这是在特朗普刚上台的时候 他是发出这样的一种言论 那么实际上他是给特朗普定调 就说你在亚太这个地方 你就要做好随时战争 并且赢得战争的准备 实际上是牵着特朗普要往这个方面引 就是你不能往后退 你要继续往前进 那么这个我觉得跟他美国的霸权主义 和日本的帝国主义的这样的一个 站在这样的一个立场上 我觉得跟他身份有很大的关系 所以我觉得现在目前有这样的一个人 做太平洋司令实际上是非常危险的 他有可能在某些时候挑起一场战争 地处夏威夷的美国太平洋司令部 到底是一个什么机构 它的职能究竟有多大 与美军的太平洋舰队之间 又是怎样的一种关系 军情解码继续为您解码 美军预派航母闯中国岛礁 敬请 哈里哈里斯赴任的美国太平洋司令部 并不是在美国的本土 而是在美国本土之外的夏威夷珍珠港 那里曾经是70多年前被日本偷袭的地方 美国太平洋司令部编制有416人 军人占到了75% 剩下的都是文职人员 这个太平洋司令部人数虽然不多 但是在美军中管的事情可不小 它管辖的区域号称超过50%的世界面积 近60%的世界人口 横跨了36个国家和20个地区 这个太平洋司令部究竟是一个什么样的指挥机构呢 和媒体上我们所见的太平洋舰队又有一种什么样的关系 美国太平洋司令部是目前美军九大联合作战司令部之一 正式组建于1947年1月1日 总部位于夏威夷 司令为哈里哈里斯 多年来 美国只派给太平洋司令部的管辖区域 约2.72亿平方公里 横跨36个国家和20个地区 覆盖超过50%的世界面积 可以说范围非常之大 在美国太平洋司令部中 下设太平洋陆军司令部 太平洋陆战队司令部 太平洋舰队司令部 太平洋空军司令部 驻日美军司令部 驻韩美军司令部等等 去年 曾坐着P-8A巡逻机来南海飞了一圈 进行所谓的巡逻的太平洋舰队司令 斯维夫特的太平洋舰队 就隶属于太平洋司令部 美军的太平洋舰队 是美国在亚太地区的主要军事力量 其辖区范围包括整个太平洋 印度洋海域 下下有美国海军第三第七舰队 拥有多个航空母舰战斗群 不过 舰队在美国海军中 被定位为武力提供者 他们不能自己拟定作战计划 只能维护和训练战斗单元 以被随时供应 区域联合作战司令部的派遣 所以太平洋舰队是否行动 要看太平洋司令部 做出的指挥部署 好 下面我们请梁芳教授 帮我们来解读一下 美国的太平洋司令部 它到底是一个什么机构 太平洋司令部和美军的太平洋舰队 之间又是一个什么样的关系 这个美国太平洋司令部 它是美国 我们都知道美国目前有九大 这个联合作战司令部 那么太平洋司令部是它九大司令部之一 太平洋司令部 它正式建于是1947年的1月1号 到现在我们看也有半个多世纪了 它是美国目前最大的联合作战指挥机构 整个主要对亚太和印度洋 进行全方位的这种管辖 那么太平洋舰队是什么呢 太平洋舰队是太平洋司令部 下面的一个军种 也就是说它是归太平洋司令部管 它是下面的一个军种 那么太平洋舰队都管辖两大舰队 就是我们都知道第三舰队和第七舰队 尤其是第七舰队我们都比较熟悉 它的总部就在日本的横须鹤 那么第三舰队它的总部是在美国西海岸 圣迭阁港 所以说它主要是管辖这两大舰队 现在我们说美国在1986年宣布的 世界上16条海上重要的战略通道 我们说大多都在这两大区域 所以说这是为什么它把太平洋司令部 或者太平洋舰队作为它重中之重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因 要保护海上航线 保护所有的它的海上的贸易通道 而且这个地方我们看还有一些 它认为的是它的一个强大的战略对手 比如说像俄罗斯 比如说像中国 比如说像它认为是麻烦制造者 像朝鲜等等都在这个地方 那么还有像南海 东海都是它认为所谓的跟它万里奥远 跟它扒竿打不着的地方 但它都认为它是它的一个重要的一个利益区 那么都在太平洋这个地区 所以我们说太平洋舰队和太平洋司令部 它是属于隶属关系 我们说太平洋司令部 它主要是依托的太平洋舰队 在整个的亚太进行战略部署 战略威慑 那么与此同时 它现在在亚太 我们说它有几个重要的点 一个东北亚基地群 一个东南亚基地群 还有一个关岛基地群 那么在这些基地里面部署了大量的先进的装备 它的目的之一就是要围堵中国快速崛起 这也是我们说 为什么它关注亚太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因 美军高官一再扬言要干预南海 其背后究竟有何目的 面对美方的挑衅 我们又当如何应对 军情解码继续为您解码 美军预派航母闯中国岛礁 敬请继续关注 去年7月份 在所谓的南海仲裁案公布之后 我军乔梁少将曾经写过一篇文章 文章是这么说的 随着南海仲裁案结果公布 国际舆论 尤其是被美国操控的西方舆论 对中国多有鼓励之词 虽然仲裁结果并无法律效力 但它确实起到抹黑中国的作用 还可能会鼓动南海周边某些和中国有争议的国家 做出损害中国利益的举动 对此我们必须有所重要 这一年多来 面对美国海军在我国南海地区做出的种种挑衅 我方一直不断地声明自己的立场 2016年7月 时任中国海军司令员吴胜利 会见美国海军作战部长理查德森时曾说 我们绝不会牺牲南海主权权益 这是中国的核心利益 我们绝不会畏惧任何军事挑衅 中国海军已经做好了充分准备应对任何侵权挑衅 在同年7月 我军乔梁少将也转文称 美国人很清楚 两艘航母在南海航行通过没有问题 但真打仗的话 两艘航母可能都回不去 南海这片水域作为战场来讲太过狭小 如果发生战争 唯一占优势的国家就是中国 这源于与地缘有关的各方面因素 美国虽然军事力量强大 但其漫长的补给线 根本满足不了在南海开战的需求 菲律宾 关岛等地也无法满足这种需求 今年2月13日 中国外交部发言人耿爽 在例行记者会上谈到南海问题时说 中国对南海诸岛及其附近海域 拥有无可争辩的主权 中方坚定维护领土主权和海洋权益 坚定致力于同直接当事国和平解决争议 坚定致力于同东盟国家 共同维护南海地区的和平稳定 中方在自己的岛礁上开展有关建设 完全是中国主权范围内的事 与军事化无关 耿爽指出 有的国家或者派舰机到南海炫耀武力 或者挑拨离舰 这才是推动南海军事化的最大因素 中方敦促每日客观理性地看待南海问题 多做有利于南海和平稳定的事 而不是相反 最后我们再回到今天的主题 今天这个主题缘起 是美国海军182月12号 曾经有一篇报道 报道当中也引述了一些话语 包括最近我们看到 美国的卡尔文三号航母战斗群 正在南海附近在活动 那么我们回到今天的核心的主题 美国的军舰到南海来 到底要做什么呢 它们背后这个核心意图 到底该如何的分析和判断 它要制造一种舆论 我们都知道美国在国际上 老是在抹黑中国 说在中国在南海没有航行自由 所以我们说这个是完全是美国 它自己来界定的 我们都知道美国跟别的国家不一样 它既没有加入联合国海法公约 而且它把它的领海定的最窄 就是都是三海里 因为你别的国家 你的领海越大 它的航行自由越受到限制 所以它恨不得所有的国家没有领海 甚至你领海就画的最低就是三海里 就我到这个国家的时候 我没有这种什么是二领海的概念 我就畅通无阻 我觉得完全是一种霸道心境 而且谁对我构成挑战 我就要跟谁过不去 我这就要派航母来 我既显示我的威力 显示我的强大 既显示我有干预南海的能力 同时我要鼓励一下周边国家 你该闹你还得接着闹 那么再一个我向世界 我给中国继续抹黑 所以这才是它的一个真正的一个目的 如果觉得我们看清它的目的 我觉得我们的一些对策就要有地放尸 我觉得美国来我们并不怕 我们知道你来在什么地方 在我们家门口 并不是在你家门口 我们国家的现在暗机导弹 我们的暗机的一些装备 都在我们这都是打击范围之内 所以你到了我们这家门口 我们并不害怕 我们从来不挑衅别人 从来不挑事 但我们也不怕战争 如果你真正侵犯了我们国家的主权 侵犯了我们的海洋利益的话 我们也会 朋友来了有好久 敌人来了有猎枪 好 谢谢梁芳教授的分析 今天这期节目 其实我们也反复提到了美军的一条航母 叫卡尔文森号航空母舰 那么这条航空母舰 它到底是一条怎样的箭支 我们又该如何分析解读呢 接下来进行的大咖讲舞 梁芳教授为您解读 卡尔文森号航空母舰呢 它的这个是 尼米兹级航空母舰的第三艘 它的这个吨位呢 9万多吨 航速呢 是30节以上 那么这艘呢 应该说是1982年服役 那么到现在也有30多年了 那么我们都知道 航母战斗群呢 实际上是美国对外实施武力 对外实施威慑的一支 重要的一支力量 那么这支力量呢 我们说从它的这个 整个的航母的构成 这个舰船的构成来看 它既有防空 又有反潜 又有反舰 又有对陆攻击 又有电子战攻击的这种 综合作战能力 你比如说 如果说我们说发生战争的话 或者应对一个一场危机的话 那么它这里面携带的 比如说这个防空导弹 包括它的这个垂直发射系统啊 包括它的一些这个反舰导弹 都会发挥重要的这个战略 发挥重要的这个威慑作用 和实战的作用 那么同时呢 我们说这个航母战斗群 不仅它的机动能力非常快 而且它还可以作为一个 海上的一个打击品牌 可以深入到世界任何海域 所以它可以完成多种作战任务 所以我们讲呢 美国在这样的当前 这样一种形式情况下 派出这样一个航母编队到南海 我们说它的战略意图不言而喻 今天军情解码的最后 我们来关注一条和两会相关的消息 全国两会召开在即 为了全面检验任务官兵执行能力 武警北京总队 严密组织两会执行官兵 进行实战化考核 节目最后我们一起去看一看 感谢各位收看今天的军情解码 全国两会召开在即 为全面检验任务官兵执行能力 武警北京总队严密组织两会 执行分队训练实战化考核 在少卫反袭击动作科目考场 犯罪分子手持菜刀 火把棍棒等凶器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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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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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